真人酥全民造星賽果出爐啦 十九歲的姜濤以大熱姿態勝出 無論是外貌、年紀、唱功都經常在網上引起討論 不過另外熱門的肥仔就三甲不入 一直有最開的Vivian對這個賽果又滿不滿意呀? 其實很多都很喜歡 其實十個我都很喜歡 甚至乎有些落選的參賽者 例如九霧 我都很喜歡 但是當然這次是一個冠軍 姜濤呢 我可以說她實至名貴 她是很全面的一個表演者 跳得、唱得 很多人可能只會講很多注意就是她的外表 但是我覺得要有公道說話 我想說其實她的聲音真的都很特別 而她每一次我看著她去演繹別人的歌曲 她都是唱到自己的風格 這件事對一個新人來說是絕對不簡單 還有她的眼神、舞台表演那種瀟灑 我覺得除了是天分之外 我相信她在背後花了很多的努力 這個她是真是抵贏 十九歲就贏了第一桶金 姜濤又想好怎麼用呢? 一定不會只用在我身上 因為這100萬其實我之前也說過 不是因為我自己的努力 雖然自己的努力必須 但是很多人的努力才幫助你拿到這100萬 所以我覺得自己這100萬是要幫到很多其他人 不會單止是給自己 已經有廣告和劇等著姜濤拍了 她說自己的目標是想成為全能藝人 一定會期待 因為除了唱歌、團舞 我自己都很喜歡嘗試其他東西 所以現在有這兩個機會 一定會好好珍惜 會做好這兩件事 無論這兩件事 我在裡面重不重要都好 我都會盡力去謙虛地學習 現在一站 因為決賽剛剛完 都還沒真的決定 之後會簽哪個公司 但我覺得自己是一個不會黃本的人 所以我想我會問很多人的意見 然後尊重大家的想法 我自己做決定